大家好,我是Merdin老师 今天我们要利用最短的时间来把 Can I这个的字,这个的助动词 一次通通最快时间把它学好 所有认识一个的句型的时候呢 不管是助动词也好或者是时代也好 Merdin老师呢,研发了这个 Can,否,蓄,仪,还有答句 我们来看看 Can否,蓄,仪,答 从肯定的叙述句这边的部分来看起 I can make it 从这边去衍生成为否定的叙述句 I can't make it Can和can't这两个的念法也是一个的技巧 Can't, cannot,如果没有把握 你就是把它念成can not 它再延伸成为肯定句 从I can make it变成Can I make it Can I make it 回答的时候呢 我们针对Can I make it 来做回答 Yes, you can 所谓的一问二答 No, you can't 我们再来接着学到can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都会把它跟do和does做搞混 因为这两个都是一个的助动词 那相同点都是什么呢 它们都是助动词 这个的助动 好像是牙齿遭受到这个助从清洗 助动了 所以牙齿现出圆形了 助动词 因此助动词要加上圆形动词 它改问句的时候呢 Can, do和does都放在最前面 而Can呢问能不能 代表一个能力 比方说Can he walk to school Can he walk to school 那do和does只是问是不是啊 比方说Does he walk to school 他是不是走路上学 所以一个问的是难不难 一个是是不是 提到了Can和do的词呢 在这边老师整理了一张的表格 这些两个呢属于助动词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 在这里面呢 do的词加上did 就是所谓的三只小猪 因为都是d开头 而这个Can, will, shall和may 分别过去试试 Could, would, should和 might 他们老师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F4 他们是可以解释成中文的译词 所以我们在这个专有名词上面 会叫它做情感主动词 好,来玩一个小小的复习的游戏 好,在这边 Can you play football 所以这左边呢代表是yes 右边就是代表no 所以football在这边呢 我们美国又叫做soccer 所以这边yes, I can't Can you play basketball? Basketball 右边打个叉 No, I can't Can you ride a horse? No, I can't OK 如果对这个网站有兴趣呢 在我们那个说明的部分呢 在我们的影片的下方呢 会有这个的网站的一个的链接 欢迎去参考 谢谢您 希望今天这三分钟学好Can这个的字词 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Merlin老师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再见